8月21日,2018林台针灸甲已经学术思想传承国际研讨会,继黄府密文化节期间,中国针灸学会基层事业技术推广专业委员会将在林台县黄府密中举行中国针灸学会针灸事业技术推广讲座及特色技术现场演示活动。 中国针灸学会基层事业技术推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维中,是原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现任甘肃省政协提案为主任,甘肃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中化中医药学会副会长,被推动甘肆的中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届时,中国针灸学会基层事业技术推广专业委员会专家学者,将向同事中医针灸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针灸事业技术特色技术现场演示教学,传经送宝,旨在向基层推广中医针灸医学,被基层培养中医针灸人才,同时也将对弘扬黄府密针灸文化,助力黄府密针灸养生基地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针灸学会基层事业技术推广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长期致力于针灸医学的推广府级工作,推动针灸医学向各行业,各领域和各类人群传播,对中国针灸医学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次现场演示教学将进一步提升灵台线终于针灸水平,推动灵台线终于针灸事业发展。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那边有点赞哦! 谢谢观看